封面通過 從今天清晨開始 全台都有明顯降雨 南台灣大雨不斷 也為南部的水庫增加水量 包括增紋 烏山頭水庫 還有供應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庫 也有不少雨量進漲 而增紋水庫到早上11點為止 上游已經累積下了118毫米的雨量 今天是從去年9月10號過後 經過了260多天 終於單日雨量再度超過100毫米 至於南化水庫 累積降雨量也超過108毫米 目前正好是水稻耕作的抽水期 農民用水需求很大 這波降雨除了可以減少 水庫供應負擔之外 也能夠增加水庫蓄水量 對南部穩定供水更有幫助 不過能帶來多少進水效益 水利數還在估算當中